吹发系统小型化之后也能搬上战车 是的各位没有听错 就是把那种军舰上用的导弹垂直发射系统安装在装甲车上 火力军愿称之为吹发战车 之后坦克和装甲车上面装的可能就不是火炮了 而是几个四连装的发射箱 弹舱里放几个导弹发射箱里再放几个数量跟炮弹也差不多 任务就是发射精确制导的导弹 但是火力要比火炮猛了好几倍 一次发射一枚炮弹和N枚导弹 谁更强火力军就不用解释了吧 作用也比现在的坦克更多 发射标枪反坦克甚至是用毒刺防空 或者发射巡飞弹查看方圆几十公里的情况 就跟德国的四代坦克KF-51黑豹发射巡飞弹差不多 而且这种吹发战车也可以看作坦克火炮二合一的新船版本 毕竟防护和火力都够 唯一的缺点或许就是体型会有点大 不过也无所谓 再狠一点 直接吹发系统和无人战车结合 把驾驶舱掏空当作弹舱 导弹排队放里面完全没问题 这可不是火力军瞎想 而是有真实案例 就比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就给JAGM 也就是AGM-179A地对空联合导弹 开发了一种四连装的发射器 安装的小型巡逻艇或者是地面车辆 JAGM刚开始研发的时候 其实就是空中发射的反坦克武器 用来替代地域火 结果洛克希德马丁这么一搞 JAGM摇身一变 变成了地对地反坦克导弹 新型的发射器GQL 其实也没啥太大的变化 就是按照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现有的垂直发射技术 加上MK41VLS 以及跟M299发射器相同的 发射器电子组件 然后一拼就成了 这格局不就打开了 这个地面车辆也可以是坦克 炮管一扔上一个垂发 也不用担心后座力 按照洛马的想法 GQL有两种配置 一种就是跟传统的吹发系统一样 安在甲板下面 另一种就是安在船舶甲板上 或者地面车辆 第一种其实就是吹发系统小型化 重点还是第二种 安在小型船舰或者地面车辆 这里的水分就多了 地面车辆是卡车还是装甲车 按照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宣传资料来看 GQL是安在卡车上 一辆4x4联合轻型战术车辆卡车的背面 可以安装两个发射器 也就是一次可以发射八枚导弹 美国也是今年才搞出来的东西 到底能不能用不好说 如果GQL真的那么好用 可以把吹发系统搬到小型船舰 或者地面车辆 那么安全性和火力跟之前 就不是一个级别了 之后防御性质小型船只 或者无人船只都可以当作自杀船群 跑到你旁边丢导弹 只是这种发射结构的 JAGM的射程现在还没办法确定 但是空中的我们知道八公里 地面的估计也差不多 或者再远一点 毕竟美国海风旋风级巡逻艇 目前装备的小型 AGM-1176格里芬导弹 从地面发射时的射程 就已经达到了八公里 放在地面车辆 就比如卡车 火力就更猛了 在这种配置下 战车都能够立即快速打击敌方的 大部分有声力量 而且之后战场的网络化程度 肯定是越来越高的 部署这些系统 可以使那些小型车辆 在改动最少的情况下 就具有相当大的破坏能力 等于说 这种小型的垂法 可以增加现代战场上 机械化装置的杀伤力 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 看了之后 都是直呼好家伙 这两个军种现在都有卡车 表示我要买 再过个几年 估计美国就能推出新型坦克 炮管一扔 在原来的位置 装个四连发的发射器 火力军先预言一波好吧 不过 垂法战车在一定程度上 其实就跟火箭炮差不多 同样都是远距离杀伤武器 同样都可以发射导弹 那二者有什么区别 或者说垂法系统有什么优势 这种垂法战车 暂时没法出现在战场 所以咱们先看军舰上的垂法系统 如果问对现代军舰发展 有重大影响的技术有哪些 那么导弹垂直发射技术 一定能占有一席之地 垂法系统诞生之前 各国军舰普遍采用 倾斜发射方式 这种方式缺点很明显 发射装置 转向瞄准目标 反应时间长 占用面积较大 装填费时长 战场防护弱 比如俄罗斯光荣级巡洋舰 以火力强大著称 甲板上一流大型导弹 看似威武 但缺点也十分突出 它只能正向实施攻击 比如二战时的战列舰 与传统的倾斜发射方式相比 垂直发射具有载弹量大 发射速率高 没有射击盲区 兼容性好 灵活性高等等一系列优势 所以垂法系统这个概念 已经推出就受到了各国海军的追捧 到现在垂法系统 已经是海军作战舰艇的标准配置 甚至在无人作战小艇上都开始出现 小科普 虽然垂法系统出现的频率比较高 其实对于大多数国家的海军来说 导弹垂法系统依然是一个非常高端的配置 世界上最早将垂法系统实用化的 是傻大黑粗的苏联海军 1980年前苏联建成了基洛夫号巡洋舰 上面装备了大量舰用垂法系统 不过实际上苏联的发射装置 并不是垂直安装在甲板下方的 而是呈60度角倾斜安装 所以苏联海军的垂法装置 并不能称之为垂法系统 要看垂法还是看美国 前苏联推出基洛夫级巡洋舰和垂法系统5年后 美国海军就在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上 装备了MK41垂直发射系统 与前苏联的垂法系统不同 美国的MK41采用模块化设计 由标准模块 导弹处运发射箱和发射控制装置组成 标准模块内被分成8个隔舱 隔舱内用来安装导弹发射箱和其他设备 MK41最大的特点就是 每个发射隔舱都可以独立发射导弹 不过一个标准模块内的8个隔舱 共用一个排烟导 所以我们经常会发现 美军舰艇在发射导弹时 即使发射一发弹 也要打开两个舱门 其中那个长条形的舱门 就是排烟排烟通道 美军将垂直发射系统 配置在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 阿里伯克级驱逐舰等大型水面舰艇上 还实现了导弹发射装置的通用化 模块化 提高了锤发装置的实用性 作战时指令某一枚导弹发射 反应时间仅4秒 而且可以打击来自任何方向的目标 舰艇上的垂直发射系统 被工程师移植到了装甲车和军用卡车之后 在实现了小型化的同时 还实现了模块化 不仅仅可以锤发 还可以以各种角度转向 轻斜发射 可以配备在陆基装甲车 小型舰艇 以及各种无人作战平台上 对近海目标 装甲车辆 攻势 武装直升机 无人机等目标进行攻击 而火箭炮与这种锤发战车 最大的区别也是如此 垂直发射与轻斜发射 如果哪天火箭炮的发射管立起来了 那也可以称之为锤发战车 相比起采用平射 或倾斜发射系统的火箭炮 配备导弹锤发系统的最大优势 就是拥有更好的快速响应能力 和全向打击能力 而且这种发射模式 还能减少自身的速度损失 锤发系统既然那么牛 自然是下一代战车的首选 世界上很多国家开发的 新一代自行多用途反坦克 导弹武器系统 都配备了导弹锤直发射系统 比如美国陆军之前研发的 既能打击坦克装甲车 也能摧毁各类野战攻势 还拥有一定防空和反舰能力的 网火多用途导弹武器系统 它的轮式导弹发射车上 就配备了模块化集装箱式锤发系统 只是由于美国军队 后来的战略和装备调整 研发多年却未见成果的 加上网火耗费的研发经费 实在太多了 所以就被直接取消了 只能说网火生不逢时 如果放在B-2那个年代 估计就能出事 毕竟研发了八年 连个模型机都没见到 美国还不是继续研发 当然 世界上研发装备 吹发系统的反坦克导弹的国家 并不只有美国一家 比如俄罗斯也拿出了一个成果 贝加尔履带式自行多用途 反坦克导弹武器系统 实际上 前苏联在冷战时期研发的 299工程里 也包含了一种采用 与299工程项目里 主战坦克一样底盘的 应用了导弹垂直发射系统的 履带式自行多用途 反坦克导弹武器系统 但该项目最终也没了下文 从俄罗斯公布的信息来看 其实就是在吃老本 贝加尔应该采用了 库尔干人R5履带式 装甲布战车的底盘 发射的多用途反坦克导弹 最大射程15公里 并且能够打击包括 坦克装甲车 野战攻势 低空慢速飞行器 等各类敌方目标 所以俄罗斯当下 正在研发的贝加尔 其实能够看成是 当年299工程项目里的 反坦克导弹武器系统的翻版 甚至可以认为 有点俄罗斯版王伙的味道 这种垂发系统的战车 可以说是未来地面战场的主力 战略舰炮了一甲后 被导弹驱逐舰淘汰 现在坦克甲和炮已经到极致 造假昂贵 但也经不住一个单兵反坦克导弹 没有发展的前途了 这种导弹发射车 射程大 精度高 载弹量大 能打天上地下的就像驱逐舰 这玩意儿可以装备陆军 海军陆战队 空降部队 或许之后还会搭配人工智能 真正的无人导弹战车狼群战术 这种战车也可以看作是 另类的四代坦克 普遍的认知就是 四代坦克的主炮口径 要在140毫米以上 基础装甲起码也要1000毫米 加上附带装甲 硬扛几下火炮的伤害轻轻松松 然后再加上一个无人炮塔 和两人车组 看起来简单 但是实际上很麻烦 首先 坦克炮的口径 并不是无限高的 口径越大 炮弹的体积和重量就会越大 坦克的重量也就越大 而且弹药储存量也会更少 而且火炮口径增大 装甲厚度增加 带来的最直观的影响 就是重要 为了保持机动性 就要有马力更强的发动机 而且炮塔的改变 就意味着结构全部都要重新设计 其次就是坦克的威力 没办法一直上涨 口径大会带来一系列的麻烦 所以在想要让坦克净化 垂发系统就是一条更好的路 值得一提的是 垂发系统不仅能上路也能飞天 运输机上安装垂发系统 打造飞天驱逐舰 世界上很早就有了垂直向下的发射系统 这种战机叫做轰炸机 垂直向上的就完全不一样了 难度直接飙升 俄罗斯就搞过这玩意儿 其工作原理类似于迫击炮系统 通过安装在机身的一套特殊设备 使用高压气体将导弹 从垂直发射系统中发射出去 并从飞机顶部露出的洞口中飞出 接着导弹发动机将会自行启动 按照运输机内操作员的远程制导 或者自主运行 击中目标空域的战机 或者地面的有关目标 机载垂直发射系统和舰载使用的 舰载垂直发射系统 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目前主流的舰载垂直冷发射系统 也是如此 通过将导弹使用机械或者气体 弹出发射管后再点燃发动机开始飞行 俄军搞的机载垂发 可不是极星提出的不可靠方案 所谓的空中发射平台计划 早在2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在当时俄军就计划 把安124运输机改造为 能够发射卫星和导弹的空中平台 和从地面发射相比 飞机上执行发射任务 不仅具备高灵活性 而且可以省下更多燃料 大幅增加导弹射程 空中发射平台方案现在对外揭露的资料并不多 很有可能俄军方因为研发难度过大 所以草草放弃 也有可能因为在当时并没有这方面的需求 现在随着美俄对峙导致的关系不断走差 价值双方之间的一系列军事协定不断失效 俄罗斯迫不及待的需要能够在空中完成大量火力输出的发射平台 于是又瞄上了安124 的确 如果要保证导弹能够顺利的从垂直发射系统中发射 所需要的平台稳定程度和运载量绝对是很高 俄军最大的战略运输机安124似乎是唯一的选择 安124的运载能力达到150吨 机舱内部有36米长 6.4米宽 3.4米高 如果改造成垂发供弹的弹药库 其载弹量相必也是十分可观 俄军在积极考虑魔改运输机的时候 美军也在计划把自家的运输机改造为轰炸机 比如美军就打算向自家C130运输机上配备新式炸弹托盘 通过将其推出来实现大规模轰炸任务 也可执行远程精确战略和打击 现在很多导弹原则上都可以实现全向攻击 但并没有实现 如果说战舰上的垂发装置使用到了飞机上 采用两组并连装置 每组12连装的方案 飞机也可以像战舰那样发射导弹 战斗机如果拥有战舰这样的发射器 战斗力提升效果非常明显 垂发系统飞天之后 飞机可以选择更多的攻击方式 作战能力和战术选择增加了不少 战斗机搭配着24连装垂发系统 火力成倍提升 相当于是空中武库机 打击能力直接成倍增加 只是战斗机的吨位和驱逐舰没法比 受众于动力和作战方式 海中的驱逐舰本身重力 就被海水浮力给了很多的支撑 提供系统也是可以在海上进行 这给了它很大的体积和更大的容量 来携带更多的东西 而战斗机毕竟在空中 本身就需要大量的动力和持续的续航 来支持作战 所以携带这种吹发对动力要求更大 目前这种武器只能算个雏形 毕竟发展也是需要过程的 将海军战舰的装备复制到战斗机上 不是简单的进行拷贝 装个配件和技术就行 动力系统和机身结构 以及战机的其他装备 都得搭配协调才行 所以目前这种方案虽然先进 但是并不成熟 它的射程和威力受限于机身和目前的技术 所能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 加上导弹尺寸也受到限制 包括携带的导弹种类 难度大是大 这也不是不行 有这种吹发系统 目前使用干扰弹的效果要更好点 比如部署先进的热诱饵 对敌军的雷达弹 或者红外制导空空导弹进行干扰 提升飞机的生存能力 美国的MSDM导弹 也是类似这种吹发技术 这种V型刺猬导弹 长度只有一米 可以对来袭的空中导弹进行拦截 包括在市局内攻击敌方军机 虽然目前拦截能力有限 但这也是提高了美军战机的生存能力 这种技术也是得到了验证 总的来说 吹发系统小型化之后 装甲车和战机都能迎来新一轮的发展 当然 发展最快的肯定是装甲车 毕竟有了一定的基础 等技术成熟了之后 吹发甚至还能装在无人战车上 驾驶舱直接变成弹药裤 再配上隐身性能 偷偷跑到敌方坦克大部队旁边 等到时机成熟直接一股脑全部发射出去 虽然体型会大一些 但是火力肯定比现在的装甲车或者坦克更猛 而且就算被发现 也就剩一个空壳子 血赚不亏 甚至说两系无人作战平台 也可以搭载垂发系统 通过自主巡航 避障 静默潜伏 依托搭载的多种导弹 自动武器 光电系统和雷达系统 可以对敌方空中目标和水面目标 实现出人意料的打击 与科技感知系统 体系化作战系统相融合 走到哪 打到哪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观众认为 未来会出现这种垂发战车 甚至是垂发战机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如果内容有不对的地方 也欢迎在视频下方指正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